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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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能受惠于国家的深发的改革开放 重要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能保持我们自己的比较独特的一个制度 无论是从我们的金融体系 我们的法律的制度 甚至我们在开拓香港的国际关系 对外的事务 都是在我们的高度支持下能够进行 而且这20年来虽然我们是经历过两次的金融的危机 但是都能够在国家的支持下 但也有我们自身的努力都能走过去 而且总体的经济发展还是算不错 建设看法认为香港好像产业升级 还是面对比较大的困难 你怎么看现在的产业结构呢 我觉得我们的产业结构 还是有一个把它开拓多元的空间 香港现在已经主要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 这个服务业占我们的本地生产总值是90%以上 但是在这个服务业里边也有一些能开拓的事业 以前比较有传统的优势是金融 贸业 航运 旅游 现在我觉得香港应该在未来几年大力的开拓推展的 就是创新技科技和创业产业 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产业可以能够扩大的 但是这个很受制于香港的土地 尤其是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这个城市群的发展里边 我们是应该搭有作为 对 我就是正好要请教这个大湾区的事情 现在这个给香港应该说提供了一些机会吧 到底以后的这个城市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分工啊 协作呀 还有香港机遇在哪 大湾区的背景下 其实这个大湾区是广东的九个城市跟香港澳门两个特别兴趣 其实我们对这个区是非常的熟悉的 我们跟广东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香港的这个商人的企业在这个珠三角的投资也很大 所以究竟现在在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就跟以前这个这个珠三角啊 打珠三角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关键的词 我跟马兴瑞省长也说就是在突破 是怎么在这个城市群的经济体里边寻求一个突破 那是好像在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怎么能做到一体化 好像现在一些无论是人流啊 物流啊 资金流啊 资讯的流通还是有一些限制 因为两地的制度毕竟不同嘛 但是在这个大湾区要是它要是成为一个城市群的发展呢 必须要在这个联通方面能做得更加的顺畅 我们已经在七月一号在新主席的见证下签了一个 越岛大湾区的这个框架的协议 现在已经进入去制定一个比较详细的发展的规划 那么要是发展规划得到中央的支持 同意以后就成为我们越岛三地的共同努力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是今后比较多的依托这个月 就是像深圳那边就广东这些 怎么体现香港的特色和香港的优势呢 其实在这个大湾区里边 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的原则就是互补 我们每个城市的优势在哪儿 我们的这强项在哪儿 就把它发挥出来 所以也不是要香港必须要做牵头 必须要什么 目前来看肯定在这个大湾区里边的发展 香港金融这块是我们强项 有一些比较国际化的可能也是我们比较优势 但是要是要做一些生产的基地 或者是要一个有一个比较庞大的市场 肯定是在那里 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香港经济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经历了一段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目前仍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 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 香港也连续23年名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分析称 香港经济中传统行业占比过高 经济结构单一 制造业缺乏活力 其他地产商垄断流逝 房价高企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 成为当下不能通视的问题 林郑月娥表示 在经济领域 进一步的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创新科技 创意等新型产业的发展 是未来政府的市政重点所在 香港的地产霸权 现在好多人都认为是 限制香港的其他产业发展 特别是地产这块的高租金 也是对其他企业很难负担 也对这个传统行业现在对新经济呢 比较有这种抵制情绪 你一直提要这个检视现行法律呢 为新经济拆墙松绑 已经和准备在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这个菜床松绑是适用于很多范围的 首先要是香港是真的有决心发展 这个创新级科技 那肯定要先处理这个部分 因为现在很多新的经济的模式 跟我们以前定下的法律很不同 所以要是这个法律法规不改变 这个新的经济都不能存在香港 就反而觉得你不合法的你不能来啊这个事情 所以我现在已经要求我 那股有一个小组就是要看一些影响了 这个新的经济的 好像特别是共享的经济的 这个发展的一些法律法规 另外的一个适用范围就是政府的行为 因为很多企业啊很多市民都要跟政府打交道的嘛 要申请这个申请哪个 所以要是我们的法律法规也不能跟得上现在的要求 尤其是在应用科技方面也要做一个改变 其他还有很多有些好像像特区政府成立了很多基金 支持一些行业的发展 但是我收到很多的意见就是这个申请的这个程序太烦了 就是申请也申请不到 这个所以这个也是要把它松绑的 要集中一个范围 那现在这种产业结构下 就是地产霸权标配 但是无可否认香港的这个房地产的交格 是直接影响到一些经济的活动的出现 所以过去几年我们无论是在商业的这个土地 酒店的土地 我们都有一些新的政策去提供有关的土地 像我们有一块很大的地 是以前的飞机场嘛 启德的飞机场 它以前有去它是一个航运的中心 所以它附近就是工业区 但是现在香港基本上没什么工业 所以我就当年我做发展主义局讲 我就构想了一个叫启动的九龙东的计划 就是把这个这么大的土地 把它打造成了一个第二个香港的核心商业区 它等于好像中完 现在慢慢在发生这个改变 另外就是我们要支持青年 做一些创意创业创新的工作 他们也由于这个租金太贵 这个地方也找不到 所以我们很快就公布有个新的计划 就是一个青年工作的共享的空间 就是我们找到一些 跟一些这个发展商 找到一些这个楼房 就用便宜的租金租给他们 其实在深圳跟我们合作非常好 在深圳起码有两个项目 就是深圳跟香港的青年的创意创业的原地 一个在前海 一个在南山 所以香港能多找一些这个共享空间 我觉得对我们青年的这个创业的发展 还是有好处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呢 香港一直保持着一个门见的财政政策 过去13年呢财政都是盈余的 但是社会又说香港政府有点守财奴啊 公共理财我们知道是你的强项 你怎么看这个过去这些年的公共财政政策 而且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理财哲学 我对公共财政是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经验 是回归前1993年一到回归后2000年 大概7年的时间 我都是做公共财政 尤其是在开支这个部分 在特区政府没有钱的时候 也要处理我们对公民服务的开支的要求 当时真的有财政设置 也要压述一些开支 所以我的看法是 当然首先基本法对我们公共财政是有要求的 基本107条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预算案的时候 要保持这个收支 要平衡 要量入围出 要力求避免这个财政的车子 但是它没有说你每一年都要财政盈余嘛 但是要你努力的去做到 这个不要有车子 但是好像你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特区政府对上一次有财政测试是2003、2004的财政年度 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环境 就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我们是这个失业率是高达8%以上 还有非典这个问题 所有的负面因素都在那段时间出现 但是从哪年开始我们每年有财政盈余 现在特区政府的财政的盈余 是高达1万亿以上 那么1万亿是什么的概念 就是等于我们两年的政府的开支 就包括这个经常性的 这服务性的开支 也包括基建的开支也很厉害嘛 都包括也是每年大概5000多亿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现在很有能力 去利用我们多年来累积的财政储备 去做一些有利于香港发展的事 那是什么事 首先是投资 投资无论是在基建 或者是在人才培训 都值得我们去投资 另外就是在去解决市民的困难 我们还是有一个困难平群的问题 还有一些他本身不是不愿意去努力 但是他毕竟有他的局限 那么政府就要担当资源他们的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投资 在为市民解困方面 都能比较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智慧去用我们的公共财政 那可不可以说 你的这个理财哲学当中 过去这种比较稳健保守的这种方法 要转变成一种比较积极进取的财政政策 这个也不但是在财政方面 是总的政府的行为 我觉得还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 有所改变 现在你看到经济的全球化的速度很快 我们周边的城市的发展速度很快 你看深圳就 我有一些话看到深圳的发展 非常的快 尤其是在科唱方面 所以香港要是作为一个城市 一个非常外向盈的经济体 也是一个基本上没什么天然的资源的这个地方 它必须要不断地去寻找一些方法 去巩固提升它的竞争力 所以我在这些政府我提出了 政府除了一般的这个角色 就是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医疗 社会保障 教育 除了是一个监管者 金融的市场需要一个监管 银行需要一个监管者 我觉得起码有其他两个的工作 我们需要更积极进取的 一个是作为一个出承者 就是要怎么样的事情要发生 好像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创科的中心 那么你必须要跟海外一些著名的 这个研究的机关去合作 必须要更进取地吸引海外的人才 必须要愿意投入更大的资源 在科研的开支方面 这个是我认为一个出承者的角色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做一个推广的功能 因为香港就是有它的优势 也是要去推广 要是别人忘记了 你香港还是有这个优势 所以你看我在短短的两三个月 我都外返了九次 就是不断地去做一个推广的工作 近几十年来香港房屋供不应求的问题 一直没有较大的改善 目前香港的住房公用体系 主要分三题次 公屋也就是公共出租房屋 居屋也就是居者有机屋计划中 政府资助下的自治居所 以及市场化的私屋 公屋主要为没有能力 租住私人楼屿的低收入家庭而提供 需要排队租赁 且等候期漫长 10月11日上任百日的林郑月娥 在立法会发表首份实证报告 报告相当平复 聚焦在香港住房政策 提出要设立中产家庭 可以负担的港人首制上车盘 以较低的价格资助符合条件的 低收入群体先购房上车 建立置业阶梯 努力缩短公屋的沦厚时间 在采访中 林郑月娥也进一步地阐释了 香港政府在住房政策方面的考量 还有我注意到你的经历 最早参加政府实际上 就是从做房地产管理这一块开始的 所以你对香港的公房 公共房屋体系的建设是非常熟悉 香港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另一方面在商品房市场方面 现在房价过高 也引起各方的关注 也应该说有一些不同意见 一些非议 你怎么看香港现在发展这个房屋 租赁市场的机会 还有建设这个公屋体系这方面 您说的对 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比较早发展一套 这个公共房屋的政策 我们是在1950年代 那是差不多60年前 已经在建这个公共的房子 满足我们香港市民的居住的要求 但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 这个房子问题还是最困扰 我们香港人的问题 到目前我的这个市政的工作里边 房屋还是重中之重的 也是所有去问香港市民 最希望这一届特区政府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房屋的问题 这个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我们是一个 我们土地不算多 但是你说我们土地完全没有也不是 我们是大概是1100平方公里的 这个特别行政区 现在发展的土地的规模大概是26% 那是还有70%是没有发展 当然在这个70%以内 很多是一些法定保护的这个教育公园啊什么 但是现在的困难就是 没有一个社会的这个共同的看法 是怎么去发展这个土地 是开发一些新建的土地啊 一些绿化的土地 或者是在维多利亚港以外 做一些大型的建议啊 那么另外就是 我们毕竟是一个国际的大的城市 所以很多的资金会进来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资金自由 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怎么要是投资者 商界要的希望在香港买房子 这个也很难完全把它限制 但是我们的市民对于住房还是 有它的要求 要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归属感 一个是家的感觉 感觉你必须要有一个房子 所以在这个不同的因素的影响下 现在我们在公营房子的挑战就是很多 大概有28万个家庭还在轮后 这个公共的房屋 另外在私营的房屋方面的价格 其实是上升得太快 已经脱离了一般的这个家庭的能 买房子的能力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是怎么解决 我是基本上还是要两条腿去走路 一个是供应 怎么尽快找到一个社会的共同的看法 是要开拓 开辟一些大量的土地 多建房子 多建房子是指的多建公共房屋呢 还是多建商品房呢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比例 大概是60%是供应的 40%是私营的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硬的指标 要是有需要也能稍微改动 但是要是把所有能提供的土地 都放在供应房子 这个也不理想 因为毕竟它是我刚才说了 私营房价就更高了 就更高了 而且也直接的影响了香港 作为一个投资的地方 你刚才讲到这个公屋政策也要调整 你准备怎么调整它 我们从50年代开始 我们建的公营的房子 就是以出租为主的 那是住进去这个公营房子的家庭上 是没有这个业权的 它只是一个住客 香港现在拥有这个房子的比例 其实大概是一半 回归的时候是47% 现在才50% 那就是20年下来 能买房子的比例其实不高 但是你去问这个市民 他一般是希望有自质的房子 有自质的房子的好处就是比较稳定 不需要因为租金上升 有搬房子什么的 而且到他年纪大了的时候 这个毕竟是一个很宝贵的资产 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对一些老人家拥有房子的 也提供了一个计划 就是他在市的时候能住在他的房子 他去市了这个房子就交给银行 但是他在退休住在这个房子的时间里边 我们每个月还能给他一个津贴 所以有一个资产的好处 还是很多家庭愿意建到的 所以我是希望在可能的范围来 我们能提供土地 能盖房子 也把这个比例稍微改变 就是多一些房子是建来出售给市民的 但是这个大前提是不要影响 最基层的家庭的住房的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看现在要是在公营房屋里面建的房子 我们是不是先把它卖给一些 现在出租的房子的家庭 那么他买了房子 他现在的房子就能空出来 再给分配一些基层 那么流动性也比较好 你刚才讲到需求 但是是不是和很多人在炒作有关系 我买好几套房子 然后就去卖 这样越倒这个房子越高 因为需求永远不够 以前可能有现在这个现象也不太多 因为社区政府已经在过去五六年 这个推出了很多我们叫辣椒的 这个就是你要多买一套房子 你要买个房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卖出 我们就要你多给一些这个印花税 所以这我们看的数字 其实现在还是内地说一些比较刚性的需求了 都是真的要买房子 像一个家庭孩子大的 那么也要给这个孩子买一套房子 就是这个问题 贫富差距悬殊是香港社会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 对此曾经担任过三年多社会福利署署长的 林郑月娥深有体会 过去几年香港特区政府 在扶贫 安老 助若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林郑月娥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机会 在她的主导下 香港扶贫委员会推出了长者生活津贴 低收入在世家庭津贴等测试 公布首条官方平群线 增加政府社会福利开支 未来香港政府的改善民生方面 还将推行哪些举措 又要怎样才能弥合贫富差距下 社会各阶层间不断加持的精神运行 现在香港的这个贫富差距的悬殊 还是比较明显 因此经济不平衡 也有点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 现在怎么弥补这种 社会阶层的和社群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略衡呢 你觉得政府还能做哪些事情 是不是要改变一些具有的社会运行机制 其实在这个扶贫做肉的工作 过去几年做了不少 我是上一届政府的政务室市长 我也是政府里边一个扶贫委员会的主席 我也是当了三年多的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署署长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关心的 所以在上一届政府的五年之间 我们把社会福利的这个经常性的开支 有四百多亿 增长今天七百多亿 就增长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亿 这个是从来没有见过 不单是香港没见过 我看很多政府都很难在一段这么短的时间 大量投入这个做社会福利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现在我们对老人家的退休 已经有很不错的这个制度 有些长者的生活的津贴 明年还要退出一个加强版的津贴 那么有需要的让人 每个月就能从政府拿到大概三千五百块 也是一个不错的水平 那么对一些他有工作能力 但是由于他家庭的负担比较重 孩子比较多 他本身的能赚钱的能力比较低 所以我们也在去年退出了一个叫 在职的家庭的金贴 他不是没有工作 他有工作 我们补贴他 现在到明年四月份又要加强补贴 他上一个私人的家庭两个孩子 明年改善以后 就每个月给他三千两百块 作为一个补贴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的服务方面也在提升 那么这一阶段的政府 我们肯定要持续的去投入资源 改善我们的社会服务 但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可能还要重点的 去发展我们的医疗服务 但是在这个发展这个医疗服务的同时 我希望把更大的这个资源啊 这个精力放到一些比较基层的医疗 那是尽量减少老人家要进医院的这个频率 尽量把他们留在他们家里边 或者是在他们的社区里边拿到这个服务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老人家 每次跟他说老人家你要到老人院去 他其实心里边很不愉快 他还是希望生活在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环境里边 现在好像这个精神上的医疗也比较大 还会不会有一些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才能逐渐的弥合呢 现在好像感觉各个阶层啊 各个社群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是蛮紧张的 其实过去那几个月一般都说 像个气氛还是平和的一点好像 但是有的问题是比较深层次的 很像年轻人他的不满可能是 他们现在这个青年人能进入大学的比例高了很多 但是他毕业以后他能不能找到 他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工作 一个比较好的工资的水平 能不能买房子 生孩子 都是一大串的问题 就是好像在香港都没有完全把它解决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你刚才说 在青年人他觉得政府是不满 我们都给他一些这个途径去发表他的意见 让他参与我们的市政的过程 另外也要很实际的去解决困扰他们的问题 具体问题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全球的这个民粹主义情绪比较高 他们的英国呀 这个脱欧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川普胜选以后也是大家分析了民粹主义情绪的关系 你觉得应该怎么理解这种民粹主义的蔓延和这个香港这种抬头 就这个原因在哪儿了 我没有很深入的分析研究 但是我觉得跟我刚才说的这个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经济在它发展的过程里边 要是有很大部分的人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你的经济无论是怎么发达怎么好 我也没有这个分享到这个好处 就会出现很多的不满 在这个不满出现了以后 要是有一个政治的组织一个人物出来 答应他们这个问题可能可以解决 然后就是变成一个比较不太理性的民粹的这个主义 另外就是以前可能也有 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个传播的这么快 就是社交的媒体 对 可能是 像我本来是不太喜欢做一些个人的宣传 什么这个念书啊 Facebook 但是作为行政长官要是能希望用更多的这个方法跟市民 尤其是青年人沟通 也没办法我现在每天都在做这个 上Facebook 上Twitter Twitter你知道吗 我没有 就是Facebook 好 稍微问你一个一点点个人化的问题 因为这个 你这个 当选特首 出任特首 我作为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啊 香港 你一个女特首啊 做这么一个新的位置以后你自己感觉到这种作为一个女性啊 你觉得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啊或者是困难啊 困难就没什么因为无论是男的特首女的特首的工作的要求也是差不多 而且我是没有当上特首以前我是长期在政府里面工作一直在三十多年所以赚一个位置也不是很大的事情 但当然对我来说是 我也在不断的这个去学习就是怎么能把这个行政长官在基本法以下这个非常的独一无二的这个限制的功能把它发挥得好 那是他要对香港七百多万人负责也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所以不能够一面倒的就是香港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不可能啊 因为我最终的责任是确保这个一国两制能成功的落实啊 因为唯有一国两制才能保证香港的长期的繁荣稳定啊 所以啊这个我坦白说是还要再学习 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事情要发生啊 香港也是一个政治上比较复杂的这个地方 但是当然作为一个女性的特首 那么别人对我的希望是可能多了一点 好像一些女性的团体啊 就希望我哎呀你既然是个女性的特首 你必须要多为女性做一些事情 好像这个要增加这个生产的佳级啊 这个要多办一些优移的服务啊 哎呀我们女性能投入这个职场都是有一些 一些期盼的所以我尽量去满足 是不是一般的好像世界上一谈到一个女的政治领导上容易说 她是个很强硬的领袖 实际上潜台词就是说女性实际上是比较弱的 所以就说她会是一个强硬派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 有没有这种很强硬的感觉呢 我没有当上特首 别人都认为我是很强 都给我看起来这个名字好打的 就给了他们别人这个印象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我是还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说到一些比较怎么说是比较让人很相感的事情 我还是有一些感情的表露出来 好